各位朋友 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是台湾的历史 也是台湾的县作 台湾回归中国 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开罗宣言 白纸黑字写着 波斯坦公告清清楚楚印证 今天破坏国际规则 单方面改变现状 破坏台海稳定 不是中国大陆 而是台独分裂势力 以及少数企图利用台独的国家 他们定义的规则 现状 稳定 实际上就是要架空一个中国 和平分裂中国 就是要篡改二战历史 颠覆战后秩序 践踏中国主权 14亿中国人民 不会答应 中国的土地收回来了 就绝不会再失去 战后国际秩序建立起来了 就绝不允许被颠覆 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天经地义 我们要正告那些 打着国际秩序旗号 干着破坏国际功力 勾当的事 台湾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谁要在一个中国原则 上做文章 我们绝不含糊 谁要在中国主权安全上 搞动作 我们绝不退让 在台湾问题上白而活着 必自飞